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中 特朗普的当选为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尤其是对女性的影响 女性们面对着男性至上主义的攻击 许多人选择参加四B运动 拒绝与男性约会 性交 结婚或生育 在这样的背景下 卡塔尔暂停对加沙的调节努力 让局势更加紧张 平民生活陷入困境 而特朗普的内阁人选也逐渐浮出水面 关键职位的任命将对未来政策走向 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变化是否会成为女性觉醒的契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特朗普当选后 美国社会如同被投下一颗重磅炸弹 立刻在网络上掀起了一波针对女性的攻击浪潮 许多男性至上主义的支持者 在社交媒体上肆无忌惮地发表着令人不安的言论 不乏暴力威胁 甚至有人狂妄地宣称 你的身体 我的决定永远如此 这些言辞不仅刺痛了女性的心 更唤醒了她们长久以来隐忍的恐惧 随着特朗普的胜利 这些极端的声音如雨后春笋般 在网络上冒出专家和女性主义者 将这一现象归因于主流共和党运动的崛起 当全国超过半数的选票 落入特朗普这位男性至上主义的骑手手中 艳女情绪似乎获得了合法性 无所顾忌地蔓延开来 这一切让许多女性觉得 面具已经彻底被撕扯下来 她们所面临的不仅是个人威胁 更是一场针对性别的险恶洪流 选举结果一公布 许多女性不再保持沉默 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她们的留言充满了愤怒和恐惧 指责特朗普的支持者 无视女性的基本权利 在美国的一所大学里 两名男子竟然公然举起女性 是财产的标语 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 让人不禁瞠目结舌 甚至特朗普的家族成员 也不甘示弱 发表了带有侮辱性质的言论 进一步加剧了这股风潮 随着这些刺耳的声音 不断响彻网络 许多女性开始重新审视 她们与男性的关系 并考虑与其断绝往来 这种集体觉醒 促使一个名为四壁的运动 应悦而生 这个源于韩国的运动 号召女性在性别平等实现之前 拒绝与男性约会 性交 结婚或生育 这个运动迅速在全球范围内 获得了追随者 成为女性反抗男性压迫的一种新形式 TikTok创作者 Maria 必作为四壁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呼吁女性删除应用程式 取消婚礼 结扎 她表示 这一决定是受到特朗普当选的启发 并且 她的视频迅速获得超过400万的观看次数 Maria强调 她并不认为 所有男性都是敌人 但她希望男性能够理解女性 所面临的困境 并加入到支持女性权利的行列中 另一位运动参与者 Adar Tangrilexa 自2022年夏季以来 就没有与任何男性发生亲密接触 并鼓励其他女性 将男性从生活中去中心化 对她而言 这种选择不仅是一种抗议 亦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 在特朗普当选后 许多女性感到自己被迫成为战士 这种持续不断的抗争 让她们身心俱疲 Caroline Motley 一位声誉权力倡导者直言 我们不断地恳求男性 将我们视为人类 但我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 我们要求太多 选举结果显示 超过50%的白人女性 仍然选择支持特朗普 这让许多女性感到失望和困惑 为何部分女性会这参与到 男性至上主义的维护中 这一问题 引发了女性社群内部的 深刻反思和讨论 然而 随着四B运动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女性 开始选择拒绝与男性的关系 并寻求彼此之间的支持 这一运动不仅是对男性的抗议 更是女性自我解放的象征 当特朗普在国际舞台上 引发争议时 国内的政治变动 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卡塔尔于周六宣布 暂停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 调节努力 这一消息 如同一颗重磅炸弹 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 对加沙地区未来的担忧 据埃及官员表示 卡塔尔可能在双方展现出 认真的政治意愿时 重返调节舞台 然而 现实的残酷 随着条件努力的暂停 以色列和哈马斯 以及美国都已被告知此事 哈马斯的政治办公室 在卡塔尔的存在 已不再被视为有益 这对哈马斯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这一决定 让哈马斯感到困惑与无奈 高级官员表示 他们已经意识到卡塔尔的决定 但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离开 在华盛顿 拜登政府早已表态 哈马斯在多哈的办公室 已无法再继续运作 并硬将哈马斯代表团驱逐出去 这一强硬立场让人震惊 表明美国对哈马斯的态度 已无法再妥协 这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在这种国际局势的动荡背景下 特朗普的内阁也在逐步成形 共和党对参议院的控制 意味着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内阁提名人 将面临相对轻松的确认之路 特朗普已经开始挑选他的内阁成员 这些人选将对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 产生深远影响 白宫幕僚长的职位 由特朗普的竞选联席主席苏西·威尔斯担任 这将创下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无聊长的记录 国务卿人选中 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比尔·哈格提被考虑在内 其国际事务经验丰富 国防部长的候选人中 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也被提及 这位对特朗普政策了如执掌的老将 或将再次进入内阁 特朗普的内阁中 还包括可能的财政不长 商务不长 及中央情报局局长等关键职位的人选 康涅迪格州对冲基金创始人 斯科特、贝森特 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 以及琳达、麦克·马虹 都是潜在的人选 这些人选的背景和经验 将对特朗普新一届政府的政策走向 产生深远影响 国内外都在密切关注 这些关键职位的最终任命 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特朗普的内阁组成 不仅将影响美国国内政策的走向 也将对全球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私逼运动的兴起 女性们开始重新审视 自身与周遭世界的连接与距离 这场运动不仅影响着个人选择 也在潜移默化中 改变着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与结构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其器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器 特朗普的当选 确实引发了一波社会震荡 尤其是在女性权益方面 女性选择远离男性 是一种极端但正当的自保方式 这反映出 对于性别歧视的深刻失望 就像是中世纪的女权运动者 在燃烧女巫时代的反抗一样 女性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一种力量的展现 楚天书 我明白女性想要保护自己 但远离男性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种运动可能加剧性别对立 让人回想到冷战时期的铁木隔阂 男女协作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进步 而不是助起新的性别隔离墙 谢其器 我认为这是女性在面对不公时的一种策略性撤退 就像当年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样 这种运动激发了人们重新审视性别角色和权力问题 从而可能促成更平等的社会结构 楚天书 问题是这种方法可能会让我们陷入一种新的性别冷战 历史告诉我们 真正的变革来自于合作而非对抗 性别之间的良好互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就像马丁 路德 金提唱的种族和谐一样 谢其器 合作固然重要 但在一个不公的环境中 选择暂时的隔离也可能带来反思和变革的契机 就像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变革 女性通过这样的运动 向社会发出强烈的信号 我们必须做出改变 楚天书 我同意改变是必要的 但我们必须寻找能让性别平等持续发展的方法 我们应该寻求积极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回避问题 就像欧盟通过合作解决跨国问题一样 性别问题也需要合作的解决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其器的讨论 深刻地揭示了当前社会中性别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楚天书提出了女性选择远离男性的观点 并将其视为一种自保的方式 反映出对性别歧视的失望与抗议 她以历史上女性运动的例子类比 试图强调此举的正当性 然而 这一观点在谢其器的反驳下显得有些片面 谢其器强调合作与对话的重要性 并指出远离男性可能导致性别对立的加剧 这一观点引发思考 她借用冷战时期的比喻 强调合作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 这一思路无意味讨论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 她认为 历史告诉我们 真正的变革必须基于共同努力 而非对立于分隔 楚天书在回应中引用了甘地的非暴力抗争 试图为女性的自我隔离寻找理论支持 这表明她对于当前社会环境的不满 与自我保护的迫切 然而 这种策略性的撤退 是否真的能引发社会的反思与变革 值得深思 谢其器指出 这样的反抗方式 可能无意中将女性推向一个新的性别冷战 这是一种警示 让人反思是否真的能够通过隔离来引发变革 总结这场辩论 楚天书与谢其器展现了对性别问题的不同理解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女性自我保护的必要性 然而 谢其器的回应提醒我们 解决性别问题需要的是合作与对话 而非壁垒分明的对抗 最终 这场辩论让我们看到了性别平等问题的多维度 其实我们在面对社会不公时 或许应该在抗争与合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